看到透过绘画作品要传递温暖 大林慈禧医院有一场特别的画展 作品都来自于脊髓损伤的病友 他们是克服人生的困境 用彩笔挥洒出不一样的生命色彩 还有自己的勇气 一幅幅色彩鲜艳的作品 在大林慈禧医院二楼回廊展出 十位艺术家都是脊髓损伤病友 每一幅画都非常的生动 是他们克服了身体的病痛 这样能够把它建构化出来 相当的感人 可以体现他们对生命的不懈的努力 坐着轮椅上台分享心情 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的郭竹游 因2002年一场车祸意外 导致胸椎骨折 从此以轮椅代步 他透过挥洒彩笔 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用自己的思想来画画 还有彩绘我们的一片蓝天 都是要很努力的去描写 去规划还有过渡怎样 都是要很用心 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大林慈禧医院替脊髓损伤病友开化展 开展这天还有整合各科的联合门诊 联合门诊将规划每季一次 提供脊髓损伤病友更完善的医疗照护 大爱新闻 嘉义综合报道